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用油把它和起来 以前都是用猪油 你不喜欢吃猪油可以用这个素油来和 那么和起来以后就把这个两样东西醒一个时间 让它光滑了以后就给它包在里头 这个水皮在外面油酥在里面 就这样子把它包起来 那么很多中国点心不管是甜的咸的 都是用这个两种面皮面团来做的 做成一个皮子 好了这样子包好了之后呢 再把它擀起来 这样子擀得很大 然后呢给它折一下 这个重复四次 让它变成一层一层很多 很薄的这个层次 这个跟这个外国做这个派是有相同的意思 要让它一层一层的酥酥的这个皮子呢 就必须要这样子做 然后这个擀长了之后呢 就给它这个 开开来 给它叠起来 叠好 叠好 然后呢再来开 也有的是一个一个做 也就是把油酥跟这个水皮 给它分开来 分成小团 一块一块 那么然后呢 一块小的水面包 一块小的油酥 然后把它这样子照样这样子擀 擀成三次 三次或者是四次 这个是看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看这个厚度来决定 那么这样子擀好了之后 才来包的 好了 现在就这样子 我们把它这个擀开 然后呢再给它卷起来 给它开开来包 这种两种方式都可以 像我这样子一大块 给它擀好 再来切 或者是先给它分隔成小段 小块 再来一个一个做 都可以的 好 那么这样子 然后呢就给它切成这个 那么这个大小随便你自己 然后关于这个馅 这个馅呢 今天这里是萝卜丝 萝卜切了丝以后呢 给它烫熟了 然后这个里面呢 要加火腿末 还要加一点这个虾米末 再加一点这个葱花 然后调味呢 用的是这个 盐巴和麻油 盐巴和麻油 把这个好好的搅拌一下 就用这个馅来包 这样子拌好了之后呢 把它一球一球的 给它握成一个小球 好 那么就这样子 然后呢 一小球算一个线子 都是这样子给它做好 那现在呢 就开始来包这个东西 太大了就可以给它 再给它分开成两段 好 今天我们这个 做的小一点好了 那么这个切口呢 里头就是一层一层的 这样子以后呢 就给它擀开 擀开了以后 把这个边呢 要朝里面放 免得它这个炸的时候呢 会翘起来 好了 把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边呢 给它翻到里头来 然后再给它对折 再擀一下 我想这个 没有什么困难 总而言之 把那个一层一层的 这个油酥的这个纹 要露在外头 好了 这个尾巴这里 也就是收口的地方 要收得紧 要收得紧 收紧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 做好的饼呢压平 好 现在锅里呢 烧油 这个油的温度呢 要差不多四分热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小火慢慢地 给它炸四分钟 三分钟到四分钟 要用很小的火 慢慢炸 这样子它才会 里面才会熟 而且会开 会酥 那么炸好了的呢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一个 做好了的 这个萝卜丝酥饼 那么中间呢 就是这个萝卜丝 刚才包的这个馅 好 今天时间很匆忙 给您示范到这里 好 我们明天再见 这个萝卜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